大型洒水机具 大阵仗一字排开 飞机从中间缓缓通行 就像经过隧道 还有清洁员做堆高机 从空中洒水和泡沫 水珠一冲飞机瞬间水当当 污垢全消失 这居然是在帮飞机洗澡 这便是每隔七天 就要进行一次的飞机清洗工作 原来飞机航行一星期 光是外壳污垢 居然就高达100公斤重 尤其是下风处的飞机尾最脏 清洗一次的用水量 就达到了20多吨 飞机的脏污会增加阻力 不止扰乱气流 还会加速油耗 坏处多 定期洗飞机 一年可以省下2%的燃油 每年这么节省下 近28000兽燃料 换算成油价 相当于少花了21万6千美元 飞机怎么洗 可是有煤角 高压水珠加上特殊清洁剂 洗机车 和人工 双管齐下 但洗一次就要花费4到8小时 例如清洗一架 C1230需要8个人工作8个小时 虽然耗时又耗力 但洗飞机可以保平安 干净机身 能让安检更确实 但要小心零件进水 严重可能造成空难 由于这些水 在高温极低的温度下 随即结冰 冻住了内部零件 使得系统失灵 民航机运输机 每7天就要 把灰尘油污 全部洗干净 不仅没关 还能节省油钱 一年高达600多万元 今年累月下来 可是比天文数字